10月22号,武汉军运会田径项目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开赛 当前进行了18个项目的决赛 在当晚举行的女子练球决赛中 中国选手王征以69米34的成绩夺冠 为中国队夺得本届赛事中的田径手金 这场比赛我还学会挺多的 因为这个下雨加上这个场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滑 但是这个比赛就比大家的稳定性 然后声明我今年训练的 我们现在对我训练的稳定性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吧 作为中国女子练球的领军人物 王征多次参加田径式锦赛 而此次在中国家门口夺得一枚金牌 于他而言更加光荣 发布会上 王征也特别提到教练叶培刚对他的悉心指导 我觉得跟叶老练最大的进步就是赛前的准备 他对我的就是心理上的 还有身体上的调控 我觉得特别的好 然后我今年就 然后他也总不停的在鼓励我 今天就特别有信心 我觉得就是今年 虽然就是之前拿过那个适宜赛第二名 但是这回就是多哈的第三名 还有军会的冠军对我意义更大 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就是比赛比以前比以往 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很多很多世界大赛 然后比以往的比赛就是更稳定 在后发布会上 刚刚收获金牌的王征难言喜悦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第二次来武汉参加比赛的王征 也特别感谢现场观众冒雨为自己加油助威 两次比赛都预告大雨了 可能跟武汉还挺有缘分的 上次比的也不错 这次武汉的观众特别特别热情 就是今天下雨天也很冷 然后但是我的心就很热嘛 然后因为武汉观众一直在不停地给我加油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天津项目是军运会的金牌大户 本期军运会田径项目 共设置45个小巷和29个残疾人小巷 这刷新了军运会田径项目奖牌总数记录